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讲一下 首先就是军事方面 军队上 史料里面经常提到 元朝有四种军队 那四种就是蒙古军 探马赤军 汉军和新富军 这四种军队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军人的来源 来源于不同的系统 它有四个军队的来源的争发系统 蒙古人 蒙古军就很简单 就是说草原上的那些蒙古牧民 他们一般来说是军政合一的 他平常就在家放牧 有事才会去打仗 但是他们打仗也都很厉害 因为他们是有手练那样的一些技术什么的 第二个 汉马赤军就要讲一讲 汉马赤军过去引起很多讨论 汉马是到底什么军 挺奇怪的 现在研究者认为 汉马赤军也是蒙古军的一部分 但是他是一种特别的蒙古军 他从草原上那些部落里面 他抽了一些人出来 抽出来干什么 把他变成特种部队 一个是作战的时候打新锋 或者搞侦察 再就是打完仗 不回家 在当地镇守 因为你一般的蒙古人 蒙古军在过去西征什么也好 灭金也好 打完仗人家是要回家的 要回去放牧的 但是有些蒙古人不行 已经被编入了一个特定的一个组织 你们就不能回家了 你们就在镇守吧 给我 过去上次讲 沃国台 纯赛的儿子 他就讲我在位有起大功劳 有一个就说 我建立了探马持系统 我打完仗 不是说打完就完了 我是在那留兵镇守的 这就是探马持军 探马持军 其中主要也是蒙古人也比较多 大概汉有些别的民族 第三个是汉军 汉军就是北方汉人那边抽出来的这些冲发的军队 第四个是心腹军 是南宋的投降的部队 在实际的军队配置上 这几种部队实际上又可能会被混编 特别是后三种 那么他可能有些人就被放到首都周围 变成中央的宿位军 有些人被放在地方上一些重要的据点 被变成地方阵术军 但是中央军也好 地方军也好 它都是来自这几个系统 有不同的来源 这就是军队 这个我们也简单讲讲 因为这个讲多了也比较复杂 下面我们讲民族关系 对外关系 民族关系这方面的资料 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 就是有个四等人质 就是把这个 因为他地盘也大 人也多 他们这些人分成四个等级 整个蒙古高原上这帮人 当年成熙散建国的时候 凡是北京被他征服的人 这些人就是蒙古人 随后在第二拨征服的 然后就是西北这边的 什么西夏 一直到什么中亚西亚 就是七争打的这帮人 这帮人是第二等级色木人 色木人的意思 它的含义是各色明目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 色木的色是种类的意思 各色 木是明目 就是说各种类型的人 色木人里面非常复杂 过去有人问我了 色木人是不是说 色木人都是印欧人种 他眼睛是蓝色的 我说也叫色木人 我说这个倒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色木人里面有好多 不是印欧什么人种 像西夏人 那就是汉藏语系 这应该是黄总人 他眼睛也不蓝 所以色木人不是那个意思 色木是各自明目的意思 第三等就是北方的 原来金朝馆内的居民 包括汉人 汉族 包括七扎女真这些人 他都被定成汉人等级 第四个就是南方这拨人 最晚被征服的 总之是谁最早跟着我 谁靠前 谁最晚参加 谁就靠后 这么一个理念 这个他就是比较 这中间就有好多的民族 歧视民族压迫了 就是说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王朝 你照顾本民族 这是也可以理解 肯定本民族是你的主要的 依靠的统治力量 然后你可能有很多优待的 不光他 别的王朝也都这样 但是元朝和别的王朝相比的 不同 就是说他这个民族等级 这种民族歧视 民族压迫 特别直接 一个是他比较厉害 就好多东西 就是说这别的王朝可能会不那么歧视 他还是很歧视 那么别的王朝可能会拐点弯 表面上咱们还平等 什么的 他不管弯 这上来就是一看就很不平等 所以给人一种很强的这种民族色彩 这样的一种东西 这个是他后来政权也不太稳定 到最后跟这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到后来元朝灭亡的时候 有人好多写的书里面就批评说元朝你们灭亡也不习惯 就因为你们虽然统一了这么大的国家 但是你们在管理方面 你们还是心胸不够开阔 你们太搞小圈子了 老是你们这几个人关键职务也不认用汉人 也不让汉人参与综合的决策 反正就是你也不给人家做官的机会 因为好像什么地方都是太照顾你们自己 而对汉族其实说 而且有点太过了 所以才引发这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 所以以后都对他有批评 这就是四等人治 四等人治 我还说一下 我讲个故事 过去也给人讲过 我们知道著名的历史 著名的作家金庸 金庸先生 因为他来过北大好多次 我有一次还有机会和他聊了几句 他说搞什么事 我说我是搞原始的 他问我个问题 他说这个四等人治是哪年颁布的 他说我搞了 他说我写小说写这么多年了 我怎么也查不到哪年颁布的四等人治 我就告诉他 我说这个不是哪年颁布的 因为它这是一个慢慢形成的一种习惯的东西 它不是一道法令 而是一个一套一整套做法 是慢慢形成的 不是说某一年宣布 从明天开始 我们实行四等人治 之前没有 那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还给他讲了 它就是这样一个特点 它不是一个单向法 而是一整套的做法的一个概括 那么四等人里面 蒙古色母 这两等人是靠前的 这两等人都是 对中原来说 他都是少数民族了 但他们其实恐怕也区别 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蒙古人 他都是草原上的居民 他们的那种形体特征 相貌 在当时的那个人的记得 反正都和今天差不多了 就是他们的一些长相 跟现在的蒙古族 当然是比较一末相承的 那么圣布人相反 他就可能来自西边的 虽然说圣布人刚才就说了 圣布人并不是眼睛都是蓝色的 但圣布人的确有大量的人 是来自印欧系统的 印欧语系的 包括波斯人 阿拉伯人 中亚 西亚那边甚至欧洲人 他里面的大量的人都是高鼻 深目多虚 是那样的一种 这样的人 恐怕这样的人会比较多 我想在元代的人 可能你要出门碰到几个穿着打扮 和汉人不一样的人 你看看他长相 大概你会判断出 他是蒙古人和圣布人 不是说百分之百准 但应该能判断的差不多 这两个战布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整个元朝民族关系 到对以后的影响 就是形成了我们今天中国的两大民族 蒙古族和回族 因为蒙古 我们就说蒙古最早只是草原上的一个部落 草原上那么大 它只是一小块 这块人叫蒙古 别人不叫蒙古 但到崇吉档统以后 慢慢慢慢的都叫蒙古了 蒙古部把那些别的部都给消化掉了 大家都认识蒙古这块牌子了 这就是以后的一个重大的对立体的影响 以后就是由蒙古族了 而回族主要就是伊斯兰教的大量的 穆斯林的东移 因为伊斯兰教早在唐代就传道过中国 但是不怎么顺规模没发展起来 到了元代人就多了 大量的穆斯林 这些穆斯林是这样 他本来的民族都不一样 他来自的地方都也不一样 语言也都不相同 到了中国他就靠里斯兰教来形成一个集团 这也是很独特的 在中国的小市民族里面 回族和别的民族都不一样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一个 我是从哪块地方发展起来 这块地方就是我的 我在那地方土生土长 他不是的 他来自不同的地方 他甚至于后来他都统一使用汉语 他各自的语言都不用了 因为他语言并不同意 但是他就是靠宗教的成为一个共同的凝聚的核心 这就是以后的发展的情况 当然这个回族 你还可以讨论说 到底什么时候算回族形成 那么在元代 大量的回族 就以后的回族 元代被称为回回人 这种回回人能不能算是一个很稳定的民族呢 这个就还有很多争论 也有好多人认为说元代这个不能算回族形成 最多有点萌芽而已 真形成的得到明代 这个也不管怎么着 无论如何元朝这段历史呢 是回族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或者至少是个背景 这就是这个民族的问题 我们再讲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就是有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是打仗 第二方面是和平往来 打仗呢 主要限于忽必烈时期 你忽必烈的时候呢 我刚才就讲了 他原来的观念还没丢掉 他老觉得必须得打点谁才行 不打谁的话 显得我比我的祖先差 将来可能很没面子 所以他在面子南宋以后呢 他叫对外用兵 对外用兵呢 比较重要的意思是打日本 打日本 他给日本写的国书 现在还保留在日本的一个东大寺里面 这个国书的文字呢 在元氏里面也都有 日本还是人家文物 保存的比较好 这个原件居然现在还在 就是他写给日本国王的信 要求日本赶快来朝贡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他不能比他主线太差 主线打中的地方 他还得再打点新地方 就是我先来文的 文的不行来武的 我先来文的 你赶快来朝贡投降我 我说不定说你给我国王一高兴 你还可以相对独立 但是呢 日本人不是这套 那个就是不可能前在朝贡 也不投降 于是蒙古就去打了 打了过两次 打的最大的一次是第二次 就是这个制元18年 1281年 当时呢 动用了那个两支部队 一支部队从今天朝鲜的高丽国过去 一部分人呢 从浙江 那个宁波这一带航海过去 历史人士都是一个南宋的一些军队 两支部队在日本的这个沿海 暂时先住在一些岛上 准备四级登陆 这个时候呢 突然刮了台风 最后被刮的那个一塌糊涂 然后日本就趁机这个反击 最后这支部队一惨败告终 败得很惨的 那这个作战应当说 有点偶然因素 就是台风的 的确是他也没有预料 但是他自己有些问题 就是他那些部队呢 也成分也很杂 有好多南宋的降军 也不怎么想打 反正大概也 如果一开始真能抓住战机 早点打 也说不定不用台风 台风之前就打了 也说不定 但是那个反正最后结果是很差 就是惨败而告终 有没有打得成 这个事儿对中国来说 不是什么大事 对日本来说是个大大 很大的大事 比我们的抗争战争也不小 因为日本后来清华 我们把日本叫日寇 日本的书都把这个事情叫原寇 可以去日本看看 出的书可多了 一直到二战期间 我今天看个老电影 叫阿海军 讲二战期间 日本的军队的建设的情况 那里面的日本人出来就唱歌 唱的歌词就是什么 我们打败了忽必烈 什么的 大概我想电影一定反映一个真实 就是当加尔战的时候 日本一定会用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民主主义的一种工具来使用 用来煽动也好 怎么着也好 所以这个历史上 就像这样的历史 因为当时如果日本打了 如果没有台风 如果蒙古人真的登了路会怎么样 那日本还真是很麻烦了 因为有台风的话 还是救了他们一命 反正日本后来抵抗的也的确比较顽强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整个忽必烈时期 我们就看到连打了好多仗 在灭南宋前后 打日本几次 打缅甸若干次 打安南 也就是越南 又打战城 就像越南南部 最远打到早哇 就印尼 打得很远的 但是没有一次打赢的 他也挺丢面子的 为什么打不赢 因为就是说打这些地方的话 蒙古的又长处没了 一个是天气受不了 再就是他骑兵 到那种热带雨林里面 根本就施展不开 所以他后来真是也没办法 后来很不情愿的 在忽必烈死了以后 战争就结束了 所以以后的皇帝不再打了 因为他就知道 忽必烈那么大 被飞行打都打不动 恐怕以后也不太好打了 所以对半战争主要限于忽必烈 忽必烈以后就没有了 那么和平往来 远潮地方这么大 跟到处都有和平往来很多 但是比较有值得一讲的是和欧洲 因为你和日本往来 和朝鲜往来 和东南亚 南亚 这些过去早就往来了 这倒没什么可继续 就是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和欧洲建立了一个直接的往来 这过去是没有的 之所以能有这个往来 就是因为蒙古西征 那一直打到欧洲整个交通就比较顺了 那么早在蒙古国时候 教皇的什么使臣就到过草原 那后来元朝的中心进入了中原了 那欧洲人也有过来的 最有名的是马可波罗 但是马可波罗这个人是这样子 他曾经有一些争议 就是因为他的书里面有一些漏洞 和有一些明显的好像错误 有很多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假的 就是假冒的 就是说这个书是编造的 是诡造的 压根没有这个人 或者说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中国 所以出过这种一句一句书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样的书 但是很多的人还是认为他来过中国 也出过这种肯定的书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没研究 但是我根据感觉 我认为是来过的 因为马可波罗里面那些事 虽然说有很多不整体和错误 但是他还有很多那种 你靠编造 你想象不出来的 他整个书凡的一种时代气氛 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是搞这段的 我看了以后 我能感觉到他的书里面 他就告诉我 这就是那个时代 这个很难来论证 他就是这种感觉 刚才说的那个新史 就是那个井里面那本书 那本书也是这样 我看了以后 我绝对相信他是原来的 那种 整个气氛就是原来的气氛 这个很难说清楚 你要伪造 绝对造不出那个样子 马可波罗呢 反正现在有一个 就是马可波罗 你也可以称为倒马派和停马派 倒马的认为马 不是假的 没来过 停马的认为这个 真有这人 停马的有这么一个关键资料 就是在永乐大典里面 因为永乐大典里面呢 永乐大典是一部明朝官书 现在都已经残缺不全了 但是里面呢 有一条资料 后来被人发现了 就是说在治元27年8月呢 当时呢 元朝中央政府派了几个人去伊犁汉国 去那个波斯啊 去访问 不是不是 去出使 去去送一个公主 去结婚 在这个时候呢 马可波罗是跟着这几个人回去的 马可波罗呢 曾经提到 我在什么什么时候 我跟着几个人 从那个中国做孩子 做海船 到了波斯 以后我又回欧洲 这事呢 他就这么说 谁也不知道有影没影 突然到了1940年的时候呢 有人在永乐大典里面 找到一条资料 说某年某月某日 我们派这几个人去什么 阿鲁昏大王位下 这就是波斯啊 当时就说一句汉国 我一看这三人的名字 说马可波罗说的完全对 而且时间上都是对的 所以好像这就是一个挺有利的证据 说这个恐怕 像这种小的地方都 不小心都对上了 这些地方 他们编出来吗 就是好像是比较有利 当然还是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就是说 对于马可波罗 比较肯定的这种说法呢 就是这样一个资料 那不管马可波罗这个事真假 那么但毫无疑问 元代的中西交通 这种直接往来 以后还有好多事 就是他是的确是不断的有人在往来 那么比较有名的是这样 后来有一个叫列班扫马的 这个人呢 中国史料里面根本没有他 他不是汉人 他是个维吾尔人 他是姓锦教 他就去耶路撒冷朝圣 顺便又去欧洲转一大圈 这个人呢 在西方有名 西方人编过他的书 但是这个人在中国一点资料没有 中国人不知道谁人 后来呢 这个西方呢 根本他了解这些情况 教皇就派了一个大主教 到中国来传教 又建立教堂 又反正跟着挺忙活的 这个大主教 中国人当然不知道 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 只有罗马那边有信件 有档案 知道来过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在欧 在那个时候呢 欧洲的基督教从来中国来呢 它的范围比较有限 它的信徒 我们现在估计 主要是一批色目人 圣母人里面的某些民族 大概他对于汉族 对于汉人 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些 这些汉人全不知道 这几个人和汉文史上 里面一点材料没有 但是再到后面一个事 有材料了 因为到了这个大主教死了以后呢 那个元朝的教徒呢 就觉得没有主教了 希望罗马再派个主教来 他们去 他们派了一个使团 去罗马教廷 而且当时元朝的皇帝还写了信给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呢 因为派主教是个很大的事 他说需要筛选 他就让这些人先回去 说我们很快就会派来的 然后呢 让这些人呢 先回到中国来 并且呢 给元顺帝带一批礼物 就是一批宝马 一批马 这批马 好 这个可就先记载了 中国人当成一个外国来进攻 有个好远的国家来进攻一批 很好的一批骏马 所以好多人写了诗歌 什么附的来歌颂 他也不了解 这个听主教背景 他不太了解 就是最后这件事 是中国有好多记载的 就是以很老远的一个国家来进攻骏马 但是前面这些交往呢 汉文指导都没有记载 这就是元朝的这个基督教 其实在中国还是有些活动 只不过由于资料所见的 好多评论我们不太清楚了